阿弥陀佛 各位法师自卑 各位女士大姐自卑 各位联友 大家晚安 阿彌陀佛 大家请放上 佛期第六天 明天就是第七天 我们是以七天为期 佛期 这个期另外还有一个解释 就是第七一世 就是我们第八一世所存的种子 经由第七一世把它搬运出来 表现在六根 也好比这是一样 所以这个大佛期 就是大七 主师有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把这个第七世 让他不要乱动 就是这个一样 当然也有说是七天为期 那连持大师开始说 七天是正好适合我们众生的根气 时间如果太长 就是那一种坚持的力量比较不够 如果太短 功夫才要上路 就结束了 所以主师大德开始说 所以祖师大德开始说 以七天为期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就是忠道 忠道 看看好 我们这一次的佛期 我觉得大家都很用心 尽心尽力 都很用功 当然我们个人的抱身不一样 有一些联友他不方便拜 或者不方便打坐 所以就必须要坐在后面 但是这个华言经说 一切为心照 只要有这个心 我有这个心 我要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主要就是信愿 就是欧易大师在《阿弥陀经》要节里面 有这样 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 就是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凭相信 花愿 我相信这个极乐世界 相信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开示这个净土花门 相信有极乐世界 那我将来一定要花愿 尽此一抱身 往生极乐国 我相信 然后我有花愿 然后我有花愿 欧易大师说 这个信愿就是往生 能不能往生 得生与否 结果能不能往生 就全凭信愿之有无 那么这个念佛的功夫 乃至于六度万恒 种种行善的多少 这个才是决定品味的高底 九品莲花 九品莲花 这个念佛的功夫 修行的种种功德 这是决定极乐世界 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是功夫的深圈 这是欧易大师在弥陀奥节里面开始 所以 所以我觉得我们各位在这边都尽 包括我们法师 法师在这边为大家说法开示 我相信他们也是把最好的供养 最好的法来供养大众 我们第一天 我们维诺师傅说 佛法是要引导我们走向光明 我们或者有种种怀恼 怀恼是黑暗 那就是佛法是让我们从黑暗当中走出来 就去除怀恼走向光明 光明可以说就是智慧 智慧光明 就是有光明 什么事就看得比较深入 比较透彻 还有比较开阔 那个心就很开阔 就不会遇到一点点逆境 就转不出来 就很怀恼 不会这样就是走向光明 还有我们的让真下开的法师 他们就是说佛法因果 是没有错 所以说佛法 释迦牟尼佛说法 谈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所说的话 可以把它归纳为因果 两个字 就是因果 比如说 世圣地 苦其灭道 苦其是世间的因果 灭道是出世间的因果 就是世间出世间的因果 那你这个缘觉十二因缘 无名缘寻行缘世 乃至于生缘老死 这十二因缘 就是过去因今生果 今世因未来果 说的是三世 也是因果 三世因果 那么在菩萨道 菩萨道也是 不是直接人入境产丁之位 六度 六度万恒为因 然后将来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为果 就是六度万恒为因 当然 化菩提心 菩萨道的最根本 就是起源 就是化菩提心 那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个菩提心的内涵 就是上求佛道以致力 我们要去利益众生 就是要先自己能够得到佛法的证件 或者是得到佛法的一些定位的力量 然后才能够下化众生 这菩提心上求佛道以致力 下化众生以利他 这是菩提心的两个内涵 等于是我们要行菩萨道 先要花菩提心 就我要修行佛法 让我的见解正确 我们的见解正确呢 引导别人才不会引导错 引导走错路 我们自己正确的 直见正确 修行正确 这样我们在跟别人结缘 引导别人 才能够告诉他正确的佛法 修行正确的路 就是这样 所以六度万恒 也是 六度它只是一个总纲 其实要把它开显出来 就是万恒 万恒就是所有的修行 菩萨的四弘四愿 就法门无量四愿学 这个就是菩萨的四弘四愿 所以万恒就是包括一切的善法 我都要修行 一有因缘 所有的众生 我能够帮助他的 我都要帮助他们 众生无边 四愿度 环绕无尽四愿度 花门无量四愿学 最后佛道无上四愿成 这个菩萨在利益众生当中 自己的福慧自然就增长了 菩萨是以利他为先 一利他为一利他 但是菩萨在利他当中 他虽然不求自己的种种的利益 但是在利益众生当中 自己的福慧自然就增长了 不求因果是自然的 有种善因 你虽然不求善果自然也会来 我们的生成才开师父就是说的 就是因果 还有我们昨天提师父 神经教第一法师说的 就是地藏经 他说这个地藏经 那我们的威诺师父 更加意说明说 即使有事出去 在车上他也会念 这一种勇猛精进的心 或者是说自成恭敬来送辞 这个就是有 或者就会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当然我们的见提师父 就是鼓励大家念地藏经 其实如果照 当然也有祖师说 末法众生地藏经 或者这是一本大孝孝经 这是末法众生非常契机的 很重要的一个法门 但是祖师也开始说 华法平等 就是师父 那我以前都送金刚经 我以前都送妙法莲华经 可以吗 我现在是不是要换呢 这就不一定 你如果能够对一部经 乃至于这个无量寿经 这个净土三经 也都可以 这华法 每一个华都是平等 佛所说的八万四千华门 方便有多门 归缘我路 归到最后 就是要断烦闹 了生死 这个得解多成佛道 就是归缘我路 但是个人的因缘 我们上见夏提法师 他有说 他的因缘就是地上经 他一开始就是念地上经 然后他就不换题目 就是一心送辞 这一种坚持恭敬的 就是一门深入 那自成恭敬一门深入 就会得到佛法的利益 佛法的利益在恭敬中求 我们不管送金刚经 也没有花莲花菌 或者是华严精 乃至于有联合 这送华严精 都可以 看个人的因缘 只要自成恭敬 坚定信心 勇猛精进 就会得到佛法的利益 就会得到佛法的利益 包括 但是他不经意地 把广青老和尚开示录一打开 广青老和尚对我开示 就是他看到的那个 就是正好是他的 他的这个 这个 想不开的那一种 那个节 一看 哇 老和尚就对他开示 就是这个 包括 三道下乘法师 套乘法师 他也有跟我说 说有许多年有 就是这样跟 总而言之 佛法就是要利益众生 要利益众生 那我们个人的因缘 包括 有一些老菩萨 书 我就不认识 你要给我看 就看不来 我不能看书 那么 南无阿弥陀佛 就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自成恭敬 一心专注 也能达到一心不乱 也能达到念佛三昧 拿到念佛三昧 那个智慧就开了 一心不乱 定 念佛三昧 不但有定 也有慧 也有慧 所以广青老和尚在 他 我们之前说过 他小时候遇到的环境都很困难 都很困难 根本没有因缘去读书 但是他应该说是树式修来的善根 他很内向 但是很善良 他有善根 就是 遇到什么事 如果 人家欺负他 什么 他都安忍 安忍 就是 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 他有一回听到 法师开始 这个念佛法门 行柱坐卧 不离佛号 他一听 这个我可以 我虽然不能看书 但是念佛我可以 不管做什么事 所以他在成天室 做一些比较粗重的 粗坡 建菜 种菜 种种的其他 还有一早 打板 打板 或者是什么 就是做一些 比较辛苦的 但是他都不理佛号 他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在开释路里面说 人家以为老和尚是修禅的 老和尚你修禅 老和尚说不是 我是念佛 我是念佛入门 他虽然打坐 心里面还是念佛的 还是念佛 这样 然后他就默默的 默默的念佛 当然我们刚刚讲 他的心是很善良的 就是不要说欺负人 他根本很卑微 不可能去欺负人 但是卑微有时候会受人欺负 受人欺负他都安忍 忍耐 安就是过了 他不放在心上 他的心还是很光明的 六年的苦心之后 他到古山永泉寺 那个时候 虚印老和尚在那边当方丈和尚 打一个精进佛气 在那当中 正念佛三昧 正念佛三昧 那个 我们说三昧有定也有会 他这个开花的智慧 他那个心就是远远不解 所以老和尚在开斯路里面也有说 我们三藏十二步 都在心中 像六祖大师 六祖大师他也是没有读书 也是小时候很艰苦的 他当财夫 要打财到店里面去卖 卖一点点钱来维持生活 他跟一个老母亲 一个老母亲相依为命 所以很辛苦的 但是我们知道 有很多都知道 他后来就单财 要到店里面去卖 他就听到 有人念 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叫金刚经里面的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哇 他一听 就非常的欢喜 然后就问说 客观你在念什么 他说我念金刚经 然后他在请问金刚经的道理 这客观跟他说 你到黄梅 黄梅无主 在说金刚经 你到那边去听 他去了 去了 我们长话短说 不要说得太远 所以这个滑滑平等 我们就要自成恭敬 看个人的应验 但是你如果没有什么 那就可以依照我们上见下提法师所说的 读地藏经 你如果在家里不知道要用什么来用 那就读地藏经 有人问说 师父我修净土法门可不可以念金刚经 我可不可以念妙法连法经 就是念其他种种的经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就是念任何的经 都作为往生的祝缘 我们说 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念什么经 念什么经 那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并没有冲突 我虽然念地藏经 但是我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虽然念地藏经 你都不会说 不要 你跟着地藏扶杀去 你要到极乐世界来 不行 我虽然念地藏经 我虽然念 我虽然念 这个依着我们的愿 在明朝有一位可九大师 你们看过那个 那个 看过的 就是可九大师 人家称他为九华华 为什么叫他九华 因为他一生都持诵妙华莲华经 华华就是妙华莲华经 所以人家称他为九华华 最后他欲知识至 打坐入 就是往生了 入涅槃了 可是三天之后 他又苏醒过来 就活过来 活过来他跟旁边的人说 我到极乐世界去了 他是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虽然念妙华莲华经 但是他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他就跟大家说 我到极乐世界 那三天他这个心是尽虚空骗法界 就是刹那 刹那当中就到屈身必情 到莲池 就是刹那 所以他去了 三天之后 三天之后回来 就跟大家说 我看那个极乐世界的景象 跟经上所说的一样 一样 就是 就是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就是净土的经论所说的 他说 我看那个 一样的 所以 所以我们 不管念什么经 往生西方极乐 都可以往生 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其实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不但净土的经论 你所有的经论 你通通要学的 法门无量寺院学 你到那边通通要学 你这个菩萨 所有的法门都学了之后 他要回来度众生 众生的根气各个不同 有一些要用这种法门 有一些要用那种法门 有一些要用这种经 有一些要用那一部经 那你不会你怎么读 众生 各个类型 那你 这个要读众生 你就是要广修一切法门 法门无量寺院学 你才能够遇到这个众生 就用这个法 就应病与要 对其说话 这样他才能得到利益 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 要成就佛道 成就佛道 就所有的法门都是要学的 不但妙化莲花经 金刚经 净土的经经 化研经 所有 所有法门都能要学 当然就是证悟了 得无声华人 乃至于成就佛道 那个三藏十二步 都是在心里面 那个时候 所有的法门 都不出这一念心 所以开悟的 像广青老和尚 他看到这个众生 他就会用这个话 跟他 对方一听 就心开欲解 豁然开朗 这个就是能对极说话 因为佛有六神通 菩萨或者也都有功夫 都知道这众生的根气 众生什么根气 就跟他说什么话 所以有从南部 有从南部 就是来参访 广青老和尚 那么其中有一位 就是有很多问题 那么刚顶礼老和尚 听老和尚说话 说了说话之后 然后他们的同伴就说 你不是有问题 要请问老和尚吗 这一位说 老和尚都已经跟我说了 他没有问 老和尚在说话当中 就跟他说了 再简单地说一个故事 就是 这是这一位 他亲自跟我说的 说他在家的时候 他家里面是大户人家 高雄那一边的 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 然后长得也很清秀 然后人才也很高 大概有 大概一百七十公分左右吧 然后 他长大了 来说亲的人就很多 但是他比较浇漫的心 然后他就听说 广亲老和尚说很灵 他那个浇漫心就说 真的吗 好 我这一回跟着去 就是请问老和尚 这个出家 就是说 我能不能出家 如果老和尚说能 那我就不出家 如果老和尚说不能 那我就要出家 等于是 等于是要跟老和尚 听说老和尚是很灵的嘛 好 那就去了 去了 然后就顶礼老和尚 就是旁边的人 就说 师父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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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能出家吗 说他能不能出家 就请问老和尚 大家都认为老和尚有功夫啊 有功夫 说 说能 那就可以 说不能 那就可以 可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他是 他是本来 他是 要来拆 拆老和尚的台了 要拆台 所以 所以 所以老和尚 人家问说 师父啊 他会不会出家 哎呀 你知道老和尚怎么回答 哎呀 不用说了 我如果说他出家 他就不出家 如果我说他不出家 他就会出家 哎呦 他一听 我吓坏了 啊 最后他就乖乖的 啊 鬼一 后来他出家了 啊 就是 就是这一位 他自己这样搞 说 所以可见 那个圣人 开悟的人 他有功夫的话 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 他都知道的 所以 菩萨 说谎 能够应激 说谎 哎 他怎么给他的 刚刚好 因为他知道 他的毛病就在哪里 老和尚的 开示录里面 也是一样 同样的问题 他对那个 比较 比较 身体比较差的 他就说 你这个什么事 不要烦恼 要看开一点 这样 安忍 能够消业障 你的寿命 就会延长 就是正好 契合他的 这样 那 这个 这个种种的 对了 这边有一个问题 先 说 说弟子想要精进用功 花愿终生持八观灾界 好 这个八观灾界 是 释迦牟尼佛 给在家居士 方便 一日一夜 过 出家人 修行的生活 八观灾界的来源 是这样 因为在家居士 你要让他 一辈子都 这个时候 八观灾界 他们 或者有困难 因此释迦牟尼佛 方便 就是让在家层 一日一夜 过出家人 修行的生活 那你花愿终生 要持八观灾界 这就是 勇门精进 但是呢 如果每天在 佛前受 很发时间 很发时间 或者他是一个 上班族 种种的原因 能不能只在佛前 说一次 就终生吃 八观灾界 他是这样的问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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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前受 我们说 集心集佛 集心集佛 这个佛 佛 就在心中 佛的法身 偏一切处 如果 如果 因为 时间的关系 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要充分 利用时间 有更多的事情 要做 那这样的话 佛陀 佛陀对于 想用功 有一些困难的 佛陀都会开 方便法门 包括我们的 上探 下云 探功师父 他在佛期当中 我们在座 有好多人 都参加过 他那个佛期就是 第一天受 八关在戒 然后 看各位 自己 你要受 三天 五天 七天 自己 自己 作义 作义 花园 然后 那个 佛期 好像 就是第一天 第一天受 八关在戒 那么 其他时间 就是 就是 自己 参功师父 有这样的方便 那我们刚刚讲 就是你因为 时间的关系 时间的关系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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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可见 佛陀的慈悲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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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 护持 成就 我们的八关在戒 就是说 可以的 那 那 那 其实 如果 刚刚说 就是 佛前 不一定 在佛堂之前 我们在 我们自己 在 一恭敬心 作义 就 我今天 受持 八关在戒 或者你 如果有时间 八关在戒 第一 不杀身 第二 不拖道 第三 不挥放横 就是 就是 八关在戒 这一天 夫妻 假如你有结婚的话 夫妻 这一天的防事 也要避免 要避免 叫做 叫做 不回放横 就修清净性 就是 练习过 出家的修行生活 所以 就 就 就 不回放横 也就是 不饮欲 也有说 不饮欲 第四 不忘于 不饮酒 不相万万 庄严 齐身 不歌舞昌悸 顾往观听 不坐高广道床 不非诗诗 八关在 八 前面的八条戒 是 关闭 我们 会落到 三恶道 把 三恶道的门 关起来 所以 八关在戒 至少都是在 三生道 仁天 仁天道当中 所以 八关 就是 这八条戒 不畏多道 三恶道 灾 就是过午不死 过午不死 释迦牟尼佛当时 这一些弟子们 去脱拨 去脱拨 就是 大部分都是上午出去脱拨 然后将近中午大概十点左右就吃了 吃了过后 然后他们下午或者晚上 他们就精进用功 就不会耗费太多的体力 因为他的身心都很安静 不会耗费太多的体力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在祖师也有这样开始说 就是过午不死 不要让这一些居士早上也看到来脱拨 下午也看到来脱拨 这个忙不过来 这样就是 就是 让居士 能够 能够 就是 就是 比较 有 有更多的 这个 这个财力 物力 就是 就是 来供养三宝 如果 所以 佛陀 指这个戒 也有 互持 照顾 居士 这个佛陀的慈悲是平等利益一切众生 还有对出家众来说 不要一天到晚都去脱拨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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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欲知足 还是 用功 要紧 用功 所以 佛陀所赐的戒律 一方面 互持 弟子 用功 一方面 互持 居士的信心 还有 他们的财力 物力 就各方面的 这样 所以 所以你 你这个 你这个可以 就是 提醒自己 我今天受死八关再建 就在心中 我们说 集心 集佛 你这样 恭敬心 佛就在心中 佛就知道了 最主要是你的发现 那八关再建 是哪一些建 你把它念一念 大概就三分钟 这样就应该不会花费你太多的时间 今天 今天 佛期一行 第六天 感谢三宝的加持 还有 感谢各位 法师的带领 还有在座的 法师 尼斯大学 其实他们都是 道业殊胜 勇门尽尽 他们来就是当影响众 你们什么叫影响众 其实他们自己 但是他来这里 庄严这个道场 然后影响我们大家 大家勇猛精进 人多 力量大 还有我们的义工 典座 典座菩萨的天儒妙供 各位每天用的 殊胜不殊胜 非常的殊胜 感谢建哉菩萨 还有感谢行堂菩萨 行堂菩萨都把我们照顾好了 我们都吃饱了 他们才吃剩下的 广青老和尚当时 在全周成天室修行的时候 就是他在外面做 做那个劳力的工作 回来了 往往大家都过堂过了 过堂过了 然后剩下的 他就吃那些 所以才叫做吃人不吃 做人不做 做人不做就是 一切不计较就是修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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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分好的坏了 还有 还有 还有老和尚的开示录里面说 修行不管古代近代 都是要吃苦的 我的理解就是说 怎么吃苦呢 我们无始节以来的习气 你要去降伏它 对境 你以前很容易就花火 很容易就顶对方一记 就是你的刀厉害 我的刀比你更厉 以前的习气 现在不是啊 现在要降伏这个习气 降伏其气就是要下苦工 这个习气要出来 要让它不出来 你要下苦工 所以广泉老师说修行 不管古代现代都是要吃苦的 等于是从境当中去历练 去降伏 我们个人过去的因缘 过去的因缘都个人不同 所以现在遇到的境也各个不同 有时候看到欢喜的 那就是过去结善缘 看到不欢喜的 那可能过去结不好的缘 结不好的缘也可能是误解 当时也有可能就是这样 即使不是就是过去结不好的缘 所以看了就会不欢喜 就是要看到他不欢喜 对他说话口气就不一样 那我们修行就是 修行就是要改变这个 就是要降伏 这个 老和尚也有开始说 笨的人要学聪明 笨的人 你要眼睛多看 耳朵多听 好好学习 笨的人要学聪明 那聪明的人呢 要学笨 聪明的人 他的眼睛很利的 耳朵很利的 那一点点就想很多 因为他很利啊 目明耳聪 聪明 那老和尚说 这样的话就是要学笨 笨什么呢 什么事情不顺颜 把耳朵关起来 眼睛闭起来 装着没听到 没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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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睁眼 闭眼 对人要和颜悦视 对人要和颜悦视 就是我们如果按照 世间法 世俗的习气 这个人过去跟我结不好 我一看他就讨厌 我处处对他讲话就不客气 那现在不是 现在遇到佛法 佛法要让我们走向光明 对不对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个就要 要降伏自己的习气 这样 老和尚有说 这个是 这个是修行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就是这样 不论事情是好是坏 能保持这个心不动 就是不被外境所转 不会因为好的生嫉妒 不会因为不好的生称恨 就是能保持这个心不动 便是忍辱 便是忍辱 我们修行就是要安忍 要忍住 老和尚说 能冲破这一关 以后无论什么事 就比较不会起环绕 这个可能就是 重还转胜的一个关卡 一个转变 所以我们修行 不管对什么人都和言悦色 若令众生欢喜 则诸佛欢喜 不要常常不高兴 一个恋 就是让人家不高兴 和言悦色 《杂宝藏经》第六卷 里面说 有七种布施 不会财物获大果报 不会财物获大 不用 其中有一个就是和言悦色 常常对着和言悦色 这也是一种布施 好好好 我要炒过时间了 感谢各位法师 能够慈悲 旧苦旧难 对我来说 这个说法是很辛苦的 帮忙说旧苦旧难 阿弥陀佛 祝大家福慧成长 华喜充满 一切吉祥 一切吉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